- 贏家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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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們好嗎 今天的台股戰略家 用一個非常戒慎恐懼 怎麼說 大盤殺成這樣 盤中11點半 配合著新聞 配合著媒體 一路往下砍的時候 投資朋友試成 有沒有把昨天成封在節目上 告訴大家的 牢牢的放在心裡 我想絕對是沒有的 當一個基本面這麼強 也在昨天適時的 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千萬盤在震盪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基本面 你一定要牢牢的記住 1489.7億美元 1489.7億美元 你要記住 可是今天盤 11點半的一個下砂 你卻慌了手腳 我想都是這樣 你要當贏家還是輸家 今天一天的漲跌 不管是個股 不管是整個大盤 如果你單看一天 不好意思 可能你離贏家 還有好大一段距離 好大一段距離 所以你現在還在追加原物料嗎 還是有更好的選擇 我想後面呢 我們都會慢慢陸續續提到 所以昨天 為什麼讓納斯達克 能夠在轉折的地方大漲 就這個新聞而已 艾斯摩爾 直接告訴你 5G人工智慧跟高速運算 都是接下來他們公司呢 認為他的客戶 會朝著這三個方向 來做一個佈局 而且機器呢 賣的越來越好 今年年收成長30% 今天營收要成長啊 想問景氣是變好還是變壞 最近很多包括上櫃 都殺過頭了 你去追加的 全部都化掉 所以昨天的新聞 今天的一個 再次的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這裡是多頭的話 你聽不下去 因為6000多億 的確到陳鋒的 講了6000多億了 可是盤面的一個變化 確實非常重要 我只是提出了一個 我會注意的一個門檻 接下來的實質的 一個變化內容是什麼 我才會 一意的跟投資朋友 來做一個說明 你還相信這是機會嗎 如同我3月3號告訴大家 大盤會再創新高 你還相信4月19號 我告訴你 這邊是機會嗎 你不會相信的 因為台積電沒漲 大家最關心的鴻海 沒漲 沒漲 就不會相信 就會認為 這裡就是全面性的賣股票 全面喔 出清庫存 一件clean 這樣比較安心 可是你錯過了太多機會了 環球機 我再強調 838 也被投資朋友挫殺 什麼叫挫殺 我看到的不是囤貨券商 20張 10張 20張 10張 這樣賣出來 我沒有看到耶 我沒有看到耶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環球機 各位這一路 從 早上小小的開高 一路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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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有支撐 再下來 好像有支撐 再下來 最後壓了一個尾盤 壓了幾塊 壓了4塊 226張 最後尾盤呢 多少有一點點法人單出來 可是你單就K線來看 各位 單就K線來看 單就K線來看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6488 我們來看一下 6488的環球機 各位 壓回 壓回到這樣的前波的一個 相對高點而已 這邊有沒有看到 壓回來 稍微 灌破了前面的這樣的一個高點 恐慌 高架骨 而且有爆量 它會進入一個 腦中會進入一個自我催眠 這裡就是盤要崩掉了 6000多億的大量 又是陳鋒所說的 可是盤面上有些正在變化 各位投資朋友正在變化 環球晶第一大市值 它的一個下跌 今天跌了多少 跌了6%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5347的世界先進 第二大 第二大 還有誰 3105 穩帽 第三大 排面結構有沒有被打壞 並沒有 並沒有 但是在累金類 各位 累金類 就比較 有一點 嚴重 我們來看一下 累金類的中美金 在昨天 開高走低 這個量非常大 我個人認為不尋常 今天再殺一根 3萬多張 我認為有必要在這一兩天的籌碼 好好檢視一下 累金類 還有沒有機會 對 所以不管是旱壘 合金 加金 只要旁邊有個金字的 當然不是金像光 只要有個金字的 你可能要特別特別的留意一下 短線上 如果你追駕的 剛才可以說 順利解套 短時間我個人認為 累金類呢 可能稍微要說一下整理 跟休息 所以今天的跪 才會殺的怎麼樣 殺的這麼兇嘛 甚至老師認為的一個 怎麼說 一個 大家也看到的 很熱 景氣很熱 但是 我也認為212神奇密碼 在這裡 就應該要做一個順勢 做一個止跌 修正 不應該修正這麼這麼的猛 很顯然 我低估了投資朋友的一個 怎麼樣 恐慌的心態 所以今天 我的特別助理 跑來跟 我說 老師老師 很多投資人 全砍了 我說 我並沒有 發一個訊息說 把所有的庫存 全部出期 我沒有 只是把我們的獲利 比如待會我們說的 大雅 我們出掉 4月19 出威智 4月22 我們出 大雅 把原物料 我們資金收回來 轉成 我非常看好的宅經器 持續再一次的空手 來做個加碼 所以 節奏就是如此 我為什麼在這時候 又看好電子股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的原物料在退場 所以這是一個轉換 包括上櫃也是一個轉換 結果沒想到 櫃買呢 大殺 形成了又來了 技術線型 M頭 又來了 M頭 一個M頭 到哪裡都有M頭 所以如果我現在能夠說服你 這裡不是高點 我個人覺得啦 不可能徒勞無功 我只能給你信心 我只能給你說法 接下來看時間 來證明成功的說法 到底對不對 就只能如此而已 不然帶著你賺錢 帶著你克服恐慌 所以滑航 我有沒有善意的提醒你 同步到底會怎麼樣 一定會有個大震盪 大洗刷 洗刷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洗刷在哪裡 就是這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整個殺下來殺到平板 還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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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高 走高讓你去追價 讓你去追價 洗刷下來之後鎖掌停 一次 殺下來 所以我的操作 我從來不建議投資朋友去追價 再怎麼好 我考慮到是投資人的心理素質 所以滑航 你會去追嗎 在我昨天善意的提醒你 你會去追嗎 還有包括鋼鐵類相關的 星光鋼 你會去追嗎 你會去追嗎 我們先前出的威智 你會去追嗎 你會去追嗎 還有什麼 陽明 各位 這個都是今天 造成大盤大量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可是如果 我在key說 風格轉換 風格轉換 是我會員都知道 風格轉換 啊等等 台積電 請問一下今天台積電有跌很多嗎 請問一下聯發科有跌很多嗎 紅海 稍微 賣壓重了一點 可是成交量 有爆出來嗎 都沒有 越沒有人注意 越沒有人講的時候 你越要小心 所以前幾天誰講最多 中鋼 但我不認為中鋼這裡就是結束 再講一次 我不認為中鋼在這裡就結束了 還是不會相信的 從上禮拜五告訴你中鋼還沒有結束 漲了一個禮拜了 更正漲了四天了 今天第四天了 做一個小幅度的修正 小幅度的修正 各位 這叫小幅度 如果你在上禮拜五 九點多 聽著陳鋒的直播 你買進了不管一張就好了 你今天隨便賣隨便賺 我相信你不是要那根螺絲起子啊 你不是要愛的樓奈吧 熊愛台灣 這個中鋼也非常有創意 所以你有去追股票嗎 所以我常常講 大盤 哪些越熱門 我越會閃開 哪些都不講的 都好像死了 都好像掛了 公司好像都沒有在營運了 那你最有機會 所以越熱的地方 乘風 越會留意 善意的提醒 你收到了嗎 你收到了嗎 你收到了今天的華航 你絕對不會有事 所以我在強調 要買 佈局在低檔嗎 佈局在底部嘛 跟著主力 在相對低檔的時候 我們一同買進嘛 2月4號 3月9號 不就是如此 中石化 獲利一波上去 拼命的打中石化的廣告 你就能夠曉得 今天的中石化 這樣的修正 面對53% 30%的一個獲利 我們會員朋友會擔心嗎 還是會 會什麼 獲利回吐啊 很緊張啊 受不了啊 但我中石化 今天我沒有給出任何的訊息 就因為我們事先 已經做了一個調整 就在昨天 就在昨天 一個調整之後 剩餘的部位還是爆嘛 所以會累積獲利只有80幾%嗎 我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甚至150%以上都有機會 我是指的是累積獲利 當然 波段獲利 9.57%的 還是會 怎麼樣 繼續爆嘛 一路以來的驗證 一路以來的 為什麼把舊的 4月9號了 我甚至沒有拿2月 2月初的 來給各位看 怕PPT講不完啊 只是為了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趨勢我能夠掌握 所以準備噴發還是結束 各位 今天一天的漲跌 還好啦 還好 只是 回覆到我節目前面所說的 我還是關心投資朋友的心理素質 一檔股票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從頭到尾 讓投資朋友抱住200% 可是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標的 隨著法人 隨著神秘的券商 我們的一個節奏 陳鋒幫你掌握 就是如此 累積起來還是有機會 200% 甚至300% 各位我是指累積 需要時間啊 不是買了連噴啊 大家都做最好 大家都最好 電動車都沒有人講了啦 廣語我還是看好 電動車都沒有人講了 廣語我還是看好 就像忠實話 10.9塊沒有人講了 沒有耐心了 受不了了 我講忠實話要來了 電動車意思如此 所以包括我們的原物料 兩檔的原物料 今天全賣了 今天全賣了 賣在哪裡 當然是賣在漲停 還沒有打開嘛 所以這獲利 麻煩全部再加10% 再加10% 31%的 23%的 累積起來多少 50幾%的原物料 跟威治 不相上下 這就是實例 各位這就是實例 隨後跟上的一個簡訊 隨後跟上的簡訊 隔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盤中打開 當然還沒有打開之前 我就告訴投資朋友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雅 還沒有打開 在11點跟正 12點11分的時候 訊息馬上扣出去 對不對 中午11點59 車鋒也要吃飯嘛 買飯 看到 狀況不帶退 原物料 航運 航空 一起來囉 回到辦公室 馬上把這樣一個 溫馨的一個簡訊 全數獲利賣出的簡訊 發出去 結果盤呢 大雅一度再回到 快要將近平盤 這一段 我不讓投資朋友們 去承受 這樣的一個 心理的一個震盪 獲利震盪 投資朋友的心理 也是會震盪嘛 對不對 我不讓投資人承受這一段 這一段我來 這一段我來 所以當你看好一檔 看好一個族群 你有沒有輪動 有沒有知道接下來要漲哪裡 就漲這裡 今天有沒有跟著一起修正 有 有 今天所有的股票 一起來做修正 可是這樣的修正 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啊 好事啊 這個空間跟這個空間 沒有洗刷 沒有震盪 怎麼能夠淬煉出 後面的一個漲幅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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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把從低一點 相對低檔跟上來 怎麼樣 下車 下車 你下一站再來 下一站就哪裡了 下一站就是我們要進入第二度的一個空間了 往第二個這個空間 比較大的這個空間 我們要往這裡前進 這就是節奏 從微制轉換到這一檔的一個節奏 再來 今天賣掉大雅 我們轉往接下來盤面的重點電子骨 盤面重點電子骨 載進概念 各位這個節奏 你有沒有很確實的感受到乘風的一個布局 別人在最熱最夯的時候 原物料 每天都在航運 每天都在華航 每天都在陽明 每天都在友達 我全身而退 當電子骨 可能有人稱為他 他 好冷喔 變孤兒了 被外資棄養了 可能有人認為 他呢 再也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 這是乘風形容的 可是他即將就是要回歸了 這個優點 並沒有因為他盤的一個下沙呢 我對他就缺乏信心 盤了這麼久 整理了這麼久 公司的營運沒有狀況 4月6號更正 這裡應該是4月8號 看一下簡訊 有 簡訊我們先看一下 4月8號 我們買一次 今天4月22 就在我們大雅 出吊 盤 還在恐慌的時候 我們順勢 再買一次摘經濟的一個概念股 看好就是連續的 不是看好一天阿 沒漲就不看好了 漲了又看好了 搖擺 面對大雅 陳鋒有搖擺嗎 沒有 面對威智 陳鋒有搖擺嗎 沒有 面對忠實化這一段 這一波的獲利將近快要60% 直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 忠實化 才正要開始 我有搖擺嗎 沒有 所以當你在選擇 市場上的專家 分析師 或者是任何能夠提供你 相關的投資建議 的人 你們好好的去檢視 好好的去檢視 去思考 建議是不是不斷地在變 不斷地在變 不斷地在變 遇到盤整 狀況怎麼樣 不知道 摸摸 不知道 可是在 今天的一個宅經濟 順勢修正的4%多 我還是一樣請 大雅賣出的投資朋友 一起參與 接下來下週的電子股的一個行情 再一次的在4月22日擺進 所以看好是什麼 連續的嘛 就像先前大雅跟威智嘛 我們還是讓空手的人在進場嘛 已經有的就不要再繼續加了嘛 原部位續爆 續爆 就是代表這個價位會過你的續爆的一個點位 就是如此 因為看好絕對是持續性的一個看好 檢訊在這裡 所以我想 盤勢的震盪呢 洗刷的不應該是投資人的一個信心 各位會員朋友 你有乘風的檢訊應該感受到有那種幸福的feel 有那種幸福的feel 讓你們買在前面的 讓你們買在中間的 全部都讓你們賺了 沒漲的我勇於面對 我就告訴你 當全市場都沒有在講的時候 就是他的機會了 當全市場都在說的時候 給你們吧 所以我常說財經台是我的好朋友 講這句話是真的 有多熱 財經台就會抱得多用力 平面媒體就會抱得多用力 我就知道 我們的機會 要來了 3月佈局 4月收割 4月收成 這兩檔原物料 我辦到了 接下來 5月份 4月下旬 財經濟的概念股 是不是能夠讓你 再複製一次 原物料的行情 麻煩你跟上台股戰略家 乘風的腳步 你就有機會 資產翻倍 掌握未來 今天節目 就到這裡 明天下午同一時間 台股戰略家 我們再會 拜拜 我們節目資料 緊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自負投資人 來自負投資人 來自負投資人